永安第三代國智一熱愛打魚 還做生意做賣魚佬 國智一是永安創辦人國泉的孫 爸爸國林山是國泉第五個兒子 目前掌管永安家族生意的 是他大哥國智良 家族以機位置業有幸公司名義 持有六成永安國際 經常以賣魚佬身份曝光的國智一 今年六十四歲 他其實畢業於名牌大學史丹福大學文學系 再在Santeclair收讀工商管理碩士 國智一在英國工作一段時間後 在86年加入家族公司 負責零售業務 之後出任永安百科董事總經理 現時擔任永安執行董事 熱愛海洋潛水打魚差不多四十年的國智一 除了幫忙打理家族生意之外 都試過創業做運輿業 賺過錢又蝕過 83年他大學畢業返港 認識當時任職督察的潛水發燒有朋友 兩人經常出海潛水打魚 每次都捕獲五十公斤的魚 吃不完就拿去當時 永安旗下酒店的酒樓騰龍閣賣 九十年代試過推出七十多元的五市衰微黑飯 轟動一時